刚从华夏下课,佩公和妻子遭遇惊魂一幕,刚刚卸任中超华夏主帅一职的智利名帅佩莱格里尼,近日在家乡经历了惊魂一幕,他们在餐厅门口遭到了呆徒的持枪抢劫,幸好冷静的佩帅舍财保命,与家人朋友逃过一劫,与英超球队西哈姆连完成签约后,主教练佩莱格里尼返回了家乡智利开始享受假期, 佩莱格里尼携妻子不齐与有人在市郊的一家餐厅共进晚餐,当他们抵达目的地下车徒步走向餐厅时,两名持枪劫匪出现在他们面前,劫匪用枪指着佩莱格里尼一行四人,要求他们交出贵重物品,而佩帅并没有慌乱,他劝说劫匪冷静下来,由于当时佩帅身上没有带有现金,所以劫匪将他妻子的手提包抢走, 随后当地警方对两名劫匪实施抓捕,并发生了枪战,最终,警察找到了劫匪医器的车辆,并发现了佩莱格里尼妻子的手提包,但未能抓获他们,佩莱格里尼在个人社交网站写道, 我对治理警方的速度与勇气表示感谢与祝贺,我也非常感谢当地人给我们提供的帮助,他们帮助警方能够更快地解决这个事情,有球迷调侃,看来来中超执教,或者踢球时高风险的,因为都知道来这里可以赚很多钱回去,当然,目前尚没有迹象表明,这起抢劫案一定是有针对性的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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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